3.0光纜直通式SC训接头操作影片 首先为大家说明组装此训接头所需的工具 由左至右分别为光纤切割刀 定长拨除器 凯佛拉剪刀 光纤外背剥除器无成式子与酒精 操作步骤开始 此次操作以3.0毫米的光缆为范例 2.0毫米的缆线易适用 拿起光缆以定长拨除器 确认出光缆外背剥除的位置 剥除的长度约为65毫米 以剥除器剥除光缆外背 将尾管穿入光缆中 并让其限制住凯佛拉纤维 并让其限制住凯佛拉纤维 以定长拨除器与光纤外背拨除器 定出0.9毫米光缆外背拨除的位置 0.9毫米光缆外背 0.9光缆外背剩余的长度为23毫米 剥除时建议分段剥除 每次的长度不超过5毫米 最后一次的剥除 最后一次的剥除 请用最小的孔径 才能将0.9毫米的保护层剥除 确认裸光纤有无受损 以沾附酒精的柿纸 清洁裸光纤 将光缆置入定长拨除器槽勾内 注意0.9光缆外背是否紧贴 将定长拨除器置入 切剥到凹槽内切剥光纤 取下光缆 取下防尘套 将光纤自讯接头本体尾部穿入 直到光纤突出 陶瓷头套的端面 在固定光纤突出 头套端面的情况下 将防尘套装上 并压到底 在此同时取下插栓 将扣环推入到底 拉紧凯佛拉纤维 以顺时钟方向将尾套锁固于 讯接头本体 在尾套旋转到底前 约1毫米的状况下 将过长的凯佛拉 以剪刀去除 继续将尾套旋转到底 套上偶和帽 注意两者的方向 并确认偶和帽的滑动 是否平顺 之后取下防尘帽 以沾附酒精的柿纸 清洁端面 清洁时 让头套顶住指腹 自旋来回二至三次 装上防尘帽 完成组装 注意事项 训接头的光学特性值 与光纤切割端面品质 有绝对的影响 建议接续前 以光纤端面检视器检验 卸除步骤 卸除步骤开始 推下偶和帽 扣上插栓 逆时中方向旋转 取下尾套 将扣环拉出 取出光纤 装回尾套 完成拆卸动作 感谢您的观赏 感谢您的观赏